歡迎回到全日總結的時間 先介紹採案新比嘉賓 在要財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王偉豪Wafi Wafi先和大家看看內地股市今天的收市表現 三大指數是個別發展 上證綜合指數跌5點 收報2374點 護深300指數升1點 去到2617點 深淨城指方位升38點 收報10131點 見到今日上證綜合指數 在22點區間不斷反復復復 見到今日收市的時間稍微下跌 跌了5點 跌幅收窄了很多 會否見到昨天已經先升後跌 今天的股市繼續跌 內地股市的情況是怎樣 就算內地放水 是否未必令A股有提振作用 暫時看回 的確經歷過周末的條率存在率之後 即所謂的放水舉動之後 暫時回來兩天 但對內地股市的刺激性 都算是有限 甚至是比較偏弱一點 正如李高問到 是否對那個刺激還有限 正正是因為這樣 始終現在大家的憂慮性 都反而是聚焦到內地的數據方面 因為上個禮拜出的數據 差不多全部都是為之差的 意味著來講 內地經濟放緩性 或者行風險都依然是比較大 所以反而 今次的條率存在率 大家都覺得 幫助叫有限 甚至於整個內地市 炒這件事都炒了很久 整個月之前已經炒了 所以炒了這麼久 在股市上已經反映了 所以反而成真之後 反而成為大家 沽貨離場的藉口 所以正正來講 都未必炒得起 更何況今次的條率存在率的作用 真的未必能夠有太大正面支持 因為之前大家講過 數據差 亦都所謂的生態款差等等 其實不是流動性問題 而是需求性問題 即是大家對借貸的需求 不是太過踴躍 順便說條率存在率 變相只是向市場泵水的時候 都未必能夠有太大正面支持 反而大的可能是減息的時候 才會有正面的刺激 但現在看看通脹問題存在之下 或者中央方面未必這麼快 這次大舉動存在的時候 減息可能比較細一點 事實上短期內地市 都比較反覆一點為主 暫時下面看看 大概2360點的區間 看看短期內 能夠繼續受得穩 受得穩的時候 暫時都未算太差 另外見到港股方面 今天收市是做好的 升159點 收補19894點 成交價幅有565億 國企指數升97點 收補1084點 升了接近百分之一 看到今天的市場 在19600點有支持 之前八年跌 今天終於有升幅 其實是真的選定了建築的底 還是今天只是技術性的反彈呢 暫時看看 仍然需要多觀察一段時間 始終來說 今天一來 好的因素先說 大概1966 大家都知道的一個技術性支持位之後 明顯看到的反彈 一來技術上看是挺好的一個笑頭 而且二來 亦都從另一個指標的RSI方面 亦都之前和各位說過 去到一個比較嚴重的超賣區 所以借勢做法反彈 我覺得也是正常 而且三來的話 今天成交是稍為大一點 大概560億左右 流上 變相對比之前的Gas 跌下來 是更為之大 意味著低位在那裡 是有投資者想去到入市去剷市 或者是去入市肉比較大一點 所以另一個市 今天叫它升不少上來 這些是所謂的好因素 再加上基本面相 始終今天叫炒 大家正在存在內地方面 胡錦濤方面 接近7月1日 有機會來香港 亦都會推延一些新的專項QDII 即所謂的 接下來的另一邊相 直通車等等因素 所以變相來說 令到這幾天好 令到市便稍為升起 但另一邊相不好 都依然存在 就是所謂剛才所說的 是調低存進 或者叫放風流動性 但暫時對實質的刺激作用不太大 另一邊相說 歐洲的問題 都依然是比較混亂 特別都擔心 希臘方面 歐元區會否退出 甚至西班牙方面等等的因素 所以變相來說 在現在好和華斯力都依然存在的時候 就算今天反彈也好 我覺得暫時勢樓上看 未必會太大 甚至都覺得只在一輪急跌之後 一個技術性的反彈 所以暫時上面看回 假設這個走勢上 計算是比較偏好的時候 以大約20300左右 在近十天線左右 這些區間 相信阻力也會有大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以20300左右區間 做短線的目標 謝謝 另外看看南酬股今天的收視表現 就看到 匯控方面升過1 升超過1% 收報68.8 中移動升8毫 收報87.6毫半 中行升1先 公行升2先 建行跌1先 收報5.4毫 港交所升過7 布115.6 新地拉升過4 長實升過2 升超過1% 中銀香港升3毫半 國壽升4先 收報19.42 中海油升2先 中石化升7先 中壘升1先 去到3.33 中國海外跌6先 收報16元 騰訊方面 升超過2% 升4.8 收報230元 見到今天騰訊股價表現做得不錯 最主要Facebook方面的招股價又定高了 使得市值方面上升了 加上騰訊明天會公佈季跡 兩大因素衝起之下 會否繼續做好股價表現 對,如果問到股價來說 這股價的確是挺強勁 可以說對比彈射計 也算是跑贏了 甚至昨天已經開始先炒定 正正來說 就一來 Facebook方面的定價再調高 即是意味著 可能大家對它的看法比較正面一點的時候 影子股效應之下 令騰訊都叫接二連三被炒起來 而且以來 明天就要出季職 這一兩天 偷佈的炒作是有的 後面大家都覺得 雖然與其整個業績來說 可能也算是持平 或者沒有太大增長 因為去年基數比較大 但是大家比較憧憬著 或者關心著 就是當中遊戲機業務方面 特別是英雄聯盟這隻遊戲 應該相信都帶到不錯的表現給他們 所以整體來說 都令到股價 但問題是在於 究竟令人還可以炒 或者還可否因應業績 去炒上去 自己會覺得 如果安全點計 看完業績再再算 因為現在來說 是就是之前看到 在五十天線有支持 但支持完之後 相關都看到 去到十天二十天線左右 即是今天所謂的高位附近 好像都有少許阻力 暫時未必覺得 一下子可以破得到 所以安全點計 我會建議看完明天的業績 先做判斷 謝謝 另外我們繼續看藍籌股 今天來講 中電方面公佈了首季業績 看看收市表現 中電方面 今天收市升三毫半 收補65.2 其餘幾隻公用股 中環煤氣跌兩仙 電能實業升五毫 港鐵方面跌兩毫半 長江基建升五仙價 收補44.8毫半 中電公佈了首季的收入 是218億4800萬港元 上升超過三乘二 派息五十三仙 看到收入方面非常強勁 增長超過三乘二 今天股價表現都稍為做好 最高見過65.6升百分之一 中電份業績你又滿意嗎 當然大數上看 三乘二當然非常滿意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中電好或者相關公用股也好 視之為是比較平穩一點 甚至覺得增長應該有限 但是第一季看 中電整份收入來計 增長三乘幾 當中已經令大家比較看得理想 而當中有什麼大動 暫時看不是香港方面業務 香港來計大概增長百分之八 不是太多的一個百分比 反而是靠澳洲方面的業務 甚至增長大動 因為大家都知道 澳洲方面這次增長五乘一 去到140億 變相佔了總收入來計 三分二 所以澳洲業務的好意外 完全會帶動或者阻礙相關營利的表現 而這次有什麼因素令澳洲方面的業務 大幅度增長 最主要源於去年收購了一個 新南威爾斯方面的資產 變相來說也帶動了幾不錯的額外收益 所以整體來說 這次做得比較理想 但是股價也沒有太大升得起 正正來那幾個數 一來大家比較關注 究竟接下來能不能夠有 還是延續到這麼強的增長 而且二來始終這些都是市值為公用股 我覺得不多不少 始終今天的市場算是稍微回穩一些 或者算是融一些 所以這些來說 未必這麼快成為當炒的對象 所以令到股價來說 今天算是稍微有得升 但是升勢來說 不算太明顯 初步看回 如果保持這個勢 都比較平穩一些 或者比較不錯的走勢來說 我覺得可以先以大約66元以上的價位 應該短線都會去到這數位 但去到這數位之後 相信都會遇到一個比較明確的阻力 暫時相信 不是太大的一個上升空間 外圍金價跌到四個半月的低位 就見到招金由今天又再重一年的低位 看看最新股價表現 就見到指金方面 今天收市升8仙 收報2.43元 招金跌超過2% 跌2.4元 收報9.25元 中國黃金跌1.45元 寧寶黃金方面跌2仙 收報3.48元 就見到個別發展 招金方面會不會繼續沉底 相信都會 始終來講金價不是太過走得好 始終大家這期對第三輪QA衝擊比較落空 說明金價依然有向下走的風景下 相關金礦股 相信未來走市依然是比較弱為主 好 麻煩 要問回剛才說過的股份 有沒有哪有持有呢 都沒有 好 麻煩 和大家看看行指方面 今天收市升了159點 收報19894點 成交額方面有565億 國企指數方面升97點 收報1084點 今日節目時間差不多 明天再見